字幕志愿者 李大傅 李大傅先生 李大傅先生 非常感謝你 很感謝時間到我們的節目 首先請問李大傅先生 李大傅先生 李大傅是怎樣取你的 這個名字大約在1938年 那時馬來西亞電台由施祖賢做主任 施先生可以說是語言專家 他本人是福建人 但我可以講上海話、福州話、擎州話、廣州話、廣府話、潮州話 他就在上海好過時期 他想起上海有些他們叫說書 他說在新加坡搞一個好像說書那些業都好 當時他就不太懂人 找了一個叫做李肖雄 這個是我們的校友 李肖雄 李肖雄介紹的校友 英雄的雄 跟我說是魯忠 李肖雄在養政日看我演戲做很多 他說我介紹這個實得 因為他演戲是一個平常的事 隨時上台都演戲 介紹我見施祖賢 一見的時候 他就叫我當時說一句故事 我告訴他 故事也有 隨時說 不過都是很短的故事 說了聽之後 他認為都可以合格 他問我用什麼名字 我說對 就是李福雄 他說 藝人的名字要特別一點 讓人家容易記起你 他說這樣 大傻好不好 我說 都沒什麼所謂 師先生你說什麼也好 因為香港的音樂家 何大傻 相當文明 你就是李大傻 你將來港古江出名 就是出名 他說 他又唱歌 叫誰說我傻 就是漢天蕾的曲 我說好 所以他就用了漢天蕾做我的嘴曲 我的名字就用了李大傻 尤其你姓李 沒所謂 李大傻 哈哈 李先生 我想問一下你 你什麼時候改這個名字 李大傻 李先生 我一講故就改 哦 你是為什麼改這個名字 因為我們 我們所謂的藝人 凡是藝人 一定要改一個藝人的名字 野豐和黃沙 不是他的真名 是你的藝名 這個主任 我都用了自己的真名 他說不行 講故就沒有 一定要用一個 人還以偽的藝名 他就找那隻 何大傻的唱片 誰說我傻 哦 我懂得出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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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大傻 沒有我好 不理大傻 就這樣下去 就這樣了 既然一些 政府在這上面 啊 dell 爲 詩 楊 離哈 第三十一段 尚一字 说到关长风,突然觉得一阵风吓声就打过来, 纯与差马上又开始低,关少保主, 小心点,这阵风力是人为的掌力, 不是长风谷里面的子午两时, 而是偶然所发出的天然登风, 这种掌风来,关长风一听到之后马上就注意了, 不过关长风一来秉胜平凡, 二来他又不知道来人的身份, 所以他就仍功套劲之举, 他不过想防身,不是志在打击敌人, 所以他就完全没有发动反击回阵的手段, 虽然这样,但这样已经是试出山谷里面的阴风的来势, 虽然不是很急,但暗境相当厉害,忽然间, 顺于策又发现关长风,好像瞎瞎于笑容, 他说,关老弟,少年英俊很聪明, 我看这个神情,似乎已经得到蜜珠,空有成竹, 关长风对于淳于策是很尊敬的, 在他面前始终不敢怎样夸张, 神识很谦,就是他,淳于先生, 你不是对我赚得这么厉害的, 我长风虽然是弱了有多少主见, 但未能实现,但未能实现,就不知道是, 用不用在这儿, 属于策又关老弟, 你不体现先,有什么看法, 你即管就直接讲出来, 我们大家研究研究啊, 那关长风是看到什么呢? 请我来下次收听, 凌冠军, 这陣子变了前后仇敌, 怎会撑在这儿, 全军就潰败, 他不敢再入戒州城,就带了百多个残余兵队,放放张张地向太原那边走人 李世文打败了宋金刚之后,就将戒州城包围着 守城那个就是屈辞公,李世文他对屈辞公的勇敢和忠心很想识 很想将屈辞公招揽过来,这时候李世文的军队是将戒州城包围着 但是没有攻打,李世文就派了一个侍臣,王道宗 入城去睡屈辞公,叫他谈 这次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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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